在台湾经济奇迹的年代 有一项外销化产业 让许多以此为业的画师辉煌一时 不过随着产业的没落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做外销化 艺术家何家珍就特别在左营眷村民宿 举办了外销化创作展 希望透过现场即兴创作 引领更多人来认识这一项 曾经灿烂的长明经济美学 画布里盛开的玫瑰花 鲜艳的色彩高贵又气派 这是在台湾经济奇迹的年代 走外销路线最受欢迎的画风 曾经参与幕后绘画的艺术家何家珍老师 希望透过现场创作 引领更多人回到当年的辉煌年代 贸易公司的老板会拿一个样稿给你 拿样稿给你之后 他可能说这张编号几号 你画20张或者是50张 那画几张的时候 他会还有一个名单的list给你说 指定这张作品要牵涉的名字 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一个人工机器 代工的产业这样子 外销化因为当年美军驻台时期 有过蓬勃发展 以油画为主 贸易商拿着画稿提供画师 每天供应产品 何老师一天最多可以画出30件 在当年美军兑换台币 一笔40来计算 可说是一笔为数不少的收入 却也常被书院派积为难登大雅之堂 那时候基本上艺术界并不会认同 我们是艺术家 他们会很嗤之以别 觉得那是一个画匠 因为你没有自己的创作 没有自己思考 就是你要提供什么样的图稿给你 所以变成一个copy machine的一个概念 这有个特殊的技法在进行 他们学院派学校里面 不会教这些技法 随着美军撤退 外销化市场也逐渐没落 再加上印刷和各种媒材创作的兴起 外销化的产业也逐渐成为过往 何家珍希望透过创作展 再度唤起大家对这项庶庶民经济美学的记忆 其实在民国78年的时候 我曾经到那个巴黎去 然后在春天百货外面 看到那个卖画的 结果看到自己的作品 结果就跟那个卖画的人讲说 这是我画的 他一脸回说怎么可能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后面有个sign 还是我自己偷偷签名的记号 这样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今天来参加这个 然后还看到艺术家 亲眼看到艺术家这边创作 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兴奋 何家珍微笑微妙 精致细腻的外销化创作 吸引许多民众驻足欣赏 也为左营民宿圈村里 注入更多艺术文化气息 记者黄俊怀 黄兰军高雄报道